上次那集吐槽過 講到有關區議員擺街站的問題 我再回到天穗村 大家看到這條地下 就是這麼有趣的 這條線說 根據現在理解 因為外面有很多小販 因為出了這條紅色這邊的街村 是外面的 不屬於領展館的販賣 上次我吐槽了 為何需要區議員擺街站 要向你領展或放置申請 申請完之後就要趕出來 紅色這邊 那誰替你申請 還有一件事 擺出這邊 路證和食環館 因為他們只是向你申請 給你擺街站 路證和食環館 可以擺街站站 反而這些在擺街站 又不當是街站 我們現在去大棚看看 這裡是個中間大棚 有個城 因為說 怕疫情傳染 封了 不必須來玩 但我硬絕你這個臭街 你竟然屬於黑輪這麼大的地方 這個 nước 你像這那裡 封了 但是現在四月中都交不到給你們 在這裏給個地方放一個counter 固定一點 不然不行 市民怎樣做 民選的外區議員 我就算不是民選 你們以前有某些派別的議員 什麼都不洗就可以到處拍攝 洗樓 不要當我看不到 我找過那個區議員 我找了半年都不敢用我的機器 可以再去大堂看看 來過天睡的朋友 去這個大堂 這麼空降活大 有一個新聞廠 就算區議員現在會做一些街站 不怕辛苦做一些街站 例如登記給老人家拿口罩 消毒液 就算是廠室 你在這裏騰一些位置 讓他們擺放不行嗎 這邊是有頂 不像外面 外面是日曬雨淋 就算是針對區議員 算 你都不會令到那些需要幫助老人家 日曬雨淋 是不是 是不是 還有現在是限聚令 在這些地方是容易擴躁一些 外面有這麼多數字都拚了 怎麼搞錯 這個新聞廠的姐姐 算了 他們這些說不到事 我看一會 我暫時都找不到經理 因為就算找到她 我想她都不敢回答我的話 我不會錄影的 到時我會直接脫口罩 跟她打個車輪 新來的那隻 先找她 啊 剛才在詢問署那裏 別人是職員而已 又說不到事 當然不會錄影 也不會藍去 我就把問題 跟個人聯絡資料交給她 叫她 問她上頭 那些說得事的 有沒有人有膽 聯絡回不回覆 對 那就等正觀其變 分析了 就說有關 路面的擺法 要這樣的時候 安全問題 還有很多事 很多事 區議員是為市民服務的 你刁難她 就是找我們來搞 到時 最終就搞回你們 不是大家又出來和理索 可能又成這樣 何必呢 要食方提 唉 所以說 你起碼要領錢 要掛個名字 都叫服務市民 雖然要賺錢 賺錢大了 但是 做些無緣的功夫 好了 那就不要理會了 當然現在就必殺下午茶時間 那就 看看夠不夠僵意 回覆我吧 好了 先吃東西